MARCH BEAR 嘿我是AV大雄MARCH BEAR 今天我們來開箱的是我網購上面買的東西 這個應該是說手機夾座 就是腳架上面在夾手機的東西 那我剛從網拍上面領到 然後因為是蝦皮買的 他說如果我不快一點給平價的話 他就要把錢匯給對方了 所以我就要立刻來把它拆開啦 包的還蠻好的欸 泡泡紙 我最愛的泡泡紙 這個是手機夾座 然後還有一個燈 那我們先來開手機夾座好了 因為我很期待這手機夾座 這很貴 你看這個780 好貴喔 我們來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厲害吧 我在網路上看到它的功能很強 這個牌子我不會念 所以就這樣子吧 很難拆 出來了 包裝的很用心 就一個這樣小小的 好這邊還有加一個 喔這不是鐵片 這是一個 喔六角的 這個鎖旁邊這個 鎖旁邊這個在用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東西到底 功能性是怎樣吧 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不錯 等一下 它官網上面寫說可以這樣 就是這樣拿著 然後當那個拍攝 輔助器 我拿一下我媽的手機 因為我的手機正在拍攝中 鏡頭在這裡 可以這樣拿著這樣拍 然後它可以這樣轉 變成直立式的拍攝 然後再轉 而且它轉是那種會有一個 轉過去會有一個卡 然後一個卡 固定的 然後再卡 它是可以這樣轉 然後就卡 然後平常不用的時候可以這樣收起來 然後它如果是那個到時候腳架呢 就是這樣這樣架著 好像還不錯 然後為什麼會買這個 因為我本身就已經有手機架了 像我現在就架子在拍攝 它原因是因為這個 它這裡有一個薄薄的一片 這薄薄的一片 看起來沒什麼對不對 上下都有這個薄薄的一片 這個呢就是有關於 這個東西要上場啦 好那手機架座就開到這邊 我們先來開這個吧 喔 這是燈 而且它燈 它其實這個燈不貴 因為它才450塊 不過問題點是 我們要看一下它的功能性 到底夠不夠用 它有一個保護套 然後裡面還有一張說明書 然後它這個啊 它跟那個夾座呢 是同一個牌子的 我不知道 反正我就覺得 看一看覺得好像是這個牌子的 看起來比較耐用 還是比較好一點的感覺 所以我都買這個牌子的 主要是這個賣場呢 因為它價格兩個東西都差不多 換算起來就是比較便宜一點 因為如果分開買的話 再加兩支原費就會變超貴 它這裡是燈 然後後面是裝電池的 裝四顆 喔太好了 我準備了四顆電池而已 就是 它的好處是 它這個兩片啊 都可以拿起來 然後它是磁鐵製 它是磁鐵的 四個角落都有磁鐵 然後你只要吸上去 就可以換燈罩了 沒關係 我們先來試試看它 裝電池也會是怎樣 來囉 要開了喔 沒有反應耶 我開了耶 沒有反應 不會吧 喔 喔 母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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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好痛 我來上個照看會不會好一點 所以 喔 很亮 很夠亮耶 非常夠亮 超級夠亮 而且還可以更亮 喔 整個都閃閃發光了 把它關起來好了 我覺得要再用下去 我眼睛可能會瞎掉 之後我拍攝呢 就可以用這個燈了 喔 眼睛好痛 然後呢 言歸正傳就是這個 為什麼要買這個架子 就是在這裡 這裡就是有一個熱靴做這個 就可以夾在上面 然後呢 把它給鎖上去 我之後在拍攝的時候呢 就可以把手機就是架這樣子 就可以這樣打燈 然後呢 因為我一直以來 麥克風啊 都是用手拿著 或者是想盡辦法 拿在其他地方放著 所以之後就可以連那個 麥克風一起 夾在下面這邊 如果不需要打光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夾在上面 終於買到好用的了 上一次去動漫展的時候啊 我的拍攝方式是 一手拿著手機腳架 然後一隻手拿著麥克風這樣轉 大家如果看到應該有看到那個麥克風如鏡 哪就是我用手拿著 終於有一個好用的東西了 因為我在那個 台南的賣場逛 台南的賣場幾乎 沒有什麼在賣這種 比較好用比較特別的這種夾作 我又是屬於那種 不想要很麻煩的人 所以我想說 把它弄得簡單一點 我就上網去找找看 結果沒想到就是又找到這些東西 那如果說 也是跟我一樣用手機在拍攝 YouTube 或者是拍攝影片 做生活日記的人啊 都可以考慮一下這個東西 真的還不錯 那有一些喜歡自拍啊 找不到打燈的啊 這個雖然很重 可是我覺得 如果可以打得很漂亮的話 其實還蠻值得的 我在想說如果像有一些那個 專業的人講的說 如果說燈太亮 可以用一層衛生紙的話 不知道它會不會OK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可是我們拍到裡面是LED耶 小開花耶 像這樣 這樣夾著 是不是有比較柔和的感覺啊 這樣感覺是不是比較柔和 我覺得這個不錯耶 這個衛生紙這種 造 這個方法不錯 我們今天 開箱就開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啊 請記得幫我訂閱 然後感謝大家幫我完成訂閱50 然後還沒有訂閱的啊 請記得幫我訂閱喔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按讚 以及分享出去 我們下次見掰掰